那么我们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 今天的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资源监控的一些东西 主要呢 会从系统的角度来介绍一下 VSphere资源监控的一些关键点 同时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几款比较好用的监控软体 他们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课程呢 是我们level 3的倒数第二课 眼睛睁看着我们的level 3就即将进入尾声了 即将进入尾声 那么还剩一堂课 今天这堂课讲完之后 下周二我们就会给大家讲一下警报 Elam这个事情 Elam讲完了之后 那到那个下周四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入高可用那个章节了 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章节 希望在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像这周这样 这个六七十个七八十个报名的 结果弄了只有十几个人过来 这个还是那句话 钱虽然是你们的 但是该珍惜还是要珍惜 对吧 浪费钱是可耻的行为 哈哈哈哈 OK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一个课题 那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VSphere当中的一个资源监控的一些常规情况 首先说 我们想要给大家明确一下 那个VSphere当中资源监控的几个维度 也就是说我们会从哪几个角度来阐述资源监控 或者说我们的资源监控主要是针对哪些方面 首先我们那个也是比较重要的资源监控的一个维度是CPU 我们其实需要我们需要那个重点去监控CPU的使用情况 然后我们需要重点监控去什么呢 memory的情况 memory的使用情况 再来我们要去监控什么呢 网路的情况 再来我们要监控 存储的情况 那么基本上说 在我们的VSphere当中的一个资源监控的话 主要就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其中CPU memory的那个performance 是我们需要重点监控的 存储的空间和performance 也是我们需要重点监控的 而网路的带宽 也是我们需要监控的 换句话说 我们整个VSphere的一个资源的部分就涉及到这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 那这四个部分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整个VSphere平台 以及平台就职上的虚拟机的相关的性能 相关的性能 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资源监控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资源监控 也就是说资源监控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用那个VSphere系统里面的东西来说的话 可能会比较抽象 所以我给大家找了一幅比较漂亮的跑车的那个仪表盘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我并不想要说这个跑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想说的是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是我们在去开车 我们在开车 但是车上是没有仪表盘的车上是没有仪表盘的 大家能想象这个场景吗 我们不知道车还有没有油 我们不知道车数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车还可以跑多远 我们不知道发动机的温度是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就所有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恐怖 这有多恐怖 这有多恐怖 大家想象一下 尤其是车速表 比如说原本你开到了100公里 100公里 但是由于你没有仪表盘 或者说你的仪表盘本身是有问题的 明明是100公里 它给你显示20公里 大家能想象一下 这时候给我们的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灾难 好那因此我在这边呢 用这样的一个车载仪表盘 想给大家描述的是说 我们通过前面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学习 我们已经会构建 会使用 会排除 简单的那个去观察 我们的一个系统运行逻辑了 但是但是 如果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 去监控我们的VSphere平台的运行状况 那么这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当然了 这个再严重也严重不到 说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对一些关键性的业务的话呢 严重可能会严重到影响我们的职业生命 那都是生命 不要以为职业生命就不是生命 因此我们需要重视监控 那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也想说一下 我们上周六聚会的时候呢 我在中间就有提到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东西 我们说其实在未来会有一个 我认为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业 就是超级运营的职业 那么其实这个职业重要性的体现之一 就涉及到一个监控的部分 换句话说 懂不懂监控 可以帮助你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 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力 基本的架构这个部分 安装配置这种东西慢慢的 其实它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明显 当然对于入门的人来说还是有必要的 但是以要提升我们含金量来说 监控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监控这个东西呢 它的重要重视程度放到一个一定的高度上面去 当然我们后面也会专门拿一个系列的课来给大家讲一下监控这个部分 讲监控软体的一个使用 以及在我们工作当中应该如何的有效的去利用监控来为我们服务 那么我们首先在讲监控开始讲监控的具体指标之前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东西就是监控 我们是需要利用工具来监控的 无论这个工具是系统内置的还是外置的还是第三方的怎么样 但是毋庸置疑 我们是需要用监控工具来监控 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的监控的可视性 有很多监控软体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是VC OPS 这个东西的全称是VCenter Operations 是VMAR公司所生产的一个监控软体 那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控手段 在我们的VSphere里面 在我们的Horizon View里面 在我们未来的VCC以VCC为基础构建的VCloud平台里面 那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VC OPS这种监控手段是我们后面要单独拿课出来讲的 我们会单独拿课出来讲VC OPS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V OPS 注意别看他们两者就一字之差 其实是两家公司生产东西 VC OPS呢 是VMAR的东西 而V OPS是谁的东西呢 是现在应该算是戴尔的东西了 现在应该算是戴尔的东西 V OPS 目前业界在VSphere虚拟化平台监控领域里面的话呢 最重要的两家监控平台 两个监控监控软体呢 一个是VC OPS 一个是V OPS 一个是V OPS 那么 还有一个是VM1 VM1 那关于VM这家公司的东西呢 我们前面讲备份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说到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印象 那在这里我先不去做过多的强调 那在后面如有必要 针对那个VM1 我们也可以单独拿课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这三个的话呢 是比较大的监控软体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运行在你的操作系统 ESSI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个命令行监控工具 叫做ESXTOP 这条命令行监控工具 再来就是在运行在你的VCenter上面 有一个performance的页标签 monitor上面有一个performance的页标签 那在这里面 它也会依托于VCenter记录详细的监控信息 然后有一个hyperic 有一个hyperic 那么这个hyperic这个监控工具呢 主要是应用层的监控工具 它是配合那个application相关来做监控的一个工具 这个hyperic是一个virtual launch 你们可以直接下载回来导进去 然后再结合起来工作 当然了 hyperic用的不是太多 目前用的不是太多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叫做performance DLL 那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再去介绍 当然了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零零闪闪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监控工具 我就不去一一去说 但是毋庸置疑在整个VSphere平台里面呢 我们最常用的监控工具就是这些啊 最常用的监控工具就是这些 其中呃比较困难 比较难用 但是又是比较重要 比较体系化的监控工具呢 就包括VC OPS 这个我们后面会呃 以后会专门有一个系列来讲它 然后V OPS 然后就是那个VM1 这几个东西 这几个东西会是在我们后面 如果有必要 我们会单独来讲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ESS TOP ESS TOP 我是有考虑要给大家专门拿一个小的系列的课程 来给大家讲一下的 因为呃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未来去做一个就是嗯 比较比较那个偏类类合层面的一个排措 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手段 呃我我想可能会去讲一下这个事情哈 至于其他的像performance 像那个hyper像performance 这些东西呢 呃都可以去用 但是呢也可以不用哈 也可以不用 也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了这几个东西 像什么V OPS啦 或者呃VC OPS啦 或者VM1啦 或者ESS TOP之类的话呢 其他的呃不一定是一定要用的哈 不一定是一定要用的 那么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下这几个监控工具的一个大概性 重要的监控工具的一个大概情况 首先我们说一下ESS TOP啊 注意ESS TOP呢 它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ESX TOP 一个是RESS TOP 那么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哈 ESS TOP是运行在你ESSI主机本地的一条命令一个命令行工具 那么运行他的时候 他的执行结果就类似下面这张图 就类似下面你们看到这张图 那么在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得到CPU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memory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那个磁盘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网络的情况 你还可以看到内核的情况 那比如我们这张图里面 你看你可以看到当前的CPU的使用情况 呃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呃它的运行情况 你可以看到系统对于CPU的开销情况 你可以看到它的等待情况等等 你也可以他看到VM的CPU的一个等待情况 在这下面你可以看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它很它很重要 它也很有用 但是可能大家要看懂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我认为是一定是需要培训的 要不然你们应该是很难看得懂 这下面的参数代表是什么东西 因此我说 如有必要我们可能会单独拿一个 比如说六节课六节课或者十二节课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ess top的一个使用啊 然后说一下ress top ress top和ess top 他们其实调用的api都是同一同一批的 就它调用的接口其实是同一批的 只不过ress top呢 是远程命令的 就是你不需要跑到你esssr主机本地去运行 你只需要在你笔记本这个地方运行 然后它会帮你把相关的信息呈现到你的笔记本上 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个命令行 esscoi的命令行和那个vcli的命令行式的 就跟我们前面介绍的本地命令行和vcli这个vsphere common line interface 这两个比较类似啊 比较类似 ok 这是ess top的东西 啊 那么其实这个ess top呢 它是在某种程度上 它其实是借鉴了linux的那个top命令的 不过它是专门给这个esssr使用的 专门给esssr使用的 因此呢 它专门它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和信息的话呢 它是以esssr常用的一些参数的体现形式体现出来的 好 那么对于一台虚拟机来说 我们常用的监控手段是什么呢 啊 除了那些传统的那些 就是基于传统的统一监控平台之外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还是windows 类似windows的这种东西啊 任务管理器 类似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 比如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到cpu的使用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到memory的使用情况 像这个图 我们一看就知道cpu是不够用了 对吧 这个白痴都知道 百分之百是就表示说已经逼近了那个警戒线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下面呢 可以分别看得到那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iometer 而这个iometer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它是用来测试我们这个系 主要用来测试我们系统的那个 呃 io情况的 iops情况的哈 主要用来测试我们系统的iops情况的 当然了 它也可以兼着去 测试查看我们的cpu的使用情况 虚拟机的cpu的使用情况 但是这个iometer这个工具呢 iometer这个工具我们主要是用它来做那个iops的一个测试啊 呃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要监控虚拟机的iops情况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工具就是用这个iometer 而iometer呢是基本上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免费 但是你可以免费的拿你可以不用钱的拿来测试哈 你可以不用钱拿来测试 它不是一个实时的监控 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监控工具 它是你有必要的时候你拿来测试的时候的一个监控工具 好 这是iometer 那么还有一个工具叫做Performance DLL Performance DLL 这个工具呢是跟随我们webware tools一起安装到虚拟机里面去的一个工具啊 它是根据它其实是一个DLL文件来的 它是一个DLL文件 我们在安装webware tools的时候呢 它跟着我们的webware tools一起安装到了的虚拟机里面 然后进入虚拟机里面去之后呢 用那个操作系统微软操作系统所带的那个Performance的一个监控工具 这是微软操作系统带的那个东西啊 你可以调用你可以调用它的这个DLL动态链接库信息 然后抓取到这台虚拟机的 比如说CPU使用情况memory使用情况好 呃在这里面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呃 如果说是我们用了其他的监控工具之后的话呢 这个东西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哈 没有那么重要 我反正我个人其实用的不多啊 我个人用这个东西用的不多 这是这个PerformanceDLL 然后说一下我们日常如果没有外部监控工具的话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一个监控手段就是那个VCenter Performance 你们在使用你的VCenter的时候啊 呃去到这个Monitor的界面 下面会有一个Performance的选项 而在这个Performance选项里面有一个Overview 有一个Advanced 那么这个无论是Overview还是Advanced的 他都会把我们这台就当前的监控设备 无论如果监控的是主机 他会把主机的情况帮我们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监控的是虚拟机 他会帮我们把虚拟机情况使用呃 那个体现出来 而且这个数据还会被存放到我们的VCenter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据会被存放到我们的VCenter数据库里面 那在这里我可以看几乎是可以看到完整的 就是点到这个Advanced选项啊 我们几乎可以查看到这个完整的系统的一个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CPU的Web CPU的Co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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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的Use的 CPU的那个 啊 FreeCPU的那个 啊 ReadyTime 啊 包括Memory的Memory的Balloon啊 Memory的Swap啊 Memory的TPS啦 Memory的等等等等等等 其他东西 就还有磁盘的IoPS 磁盘的那个数率等等等等 几乎所有的数据呢 只要我们愿意看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能看到 不过呢 这个地方的东西呢 基本上是要我们有长期的工作经验 那么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分辨清楚这个东西啊 去分辨清楚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么一句呢 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单独来这个地方来做监控的话呢 可能嗯 如果我们的水平是OK的 那我可以看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太懂这相关的数据的话 可能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监控数据是不准的 但实际上不是的啊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他这里的监控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些计算逻辑在里面的 那正是因为这个这个原因 所以说呢 我才会给大家去推荐一些 呃呃监控手段 这个后面我们会去介绍 我给大家的一个意见和建议是什么样子 哈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查看虚拟机是否存在CPU不足的 这个瓶颈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看哈 啊 我们可以进先进到虚拟机的系统里面 如果是windows的话 来查看他的任务管理器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到Vcenter的那个performance这里面 performance里面 我们可以查看这里的使用情况 如果这里的使用情况是属于那种顶到 哇 你看我们这边已经顶到百分之百了 对不对 如果是属于这种状态的话呢 就意味着这台虚拟机的CPU是不足的啊 就意味着这台虚拟机的CPU使用不足 比如说你看 我们这里的虚拟机的四颗CPU的usage都已经 那个其中有两颗已经逼近百分之呃九十九十九了 近百分之百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那个当前情况下 我们存在着存在着这台虚拟机本身存在着CPU的性能问题 但是注意一下 它存在着性能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虚拟机也存在着性能问题呢 那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不一定呢 前面我们说了 我们虚拟机的CPU 它是以那个cars scheduling的方式在调度啊 在调度 换句话说 如果说这台虚拟机的CPU是B的的话 那就意味着其他的虚拟机可能是处于那种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 这就标准的是死道友不死频道的那种 就是你有问题 那我就不一定有问题 资源就那么多 我抢到了 我就有安身日子过 你没抢着 对不起 那你只好苦苦哈哈的在那边等着 当然了 也不一定就是我不好过 你就好过 有可能大家都不好过 比如说 我就一共就这么这么大一一个蛋糕 现在如果说有两个人分的话 有一个人分了百分之九十九 有个人分了百分之一 那分了百分之一的人肯定就只能苦哈哈的过日子了 就是属于这你的B的状态 而分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呢 就很happy了 但是如果现在还是这么大个蛋糕 有一百个人来分 抱歉 那就大家都苦哈哈了 好 但是从那个如果说是从正常情况来说呢 就是如果有的虚拟机是比较忙的情况下 通常都意味着如果我们的价格规划没有问题的话啊 如果你们按照我的思维逻辑来 我给你们的建议去做价格规划就意味着 OK 这时候其他的性能应该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啊 这是如何查看虚拟机是否存在VCPU的一个瓶颈的一个情况 那么啊 如何查看所有的VM是不是都有问题呢 那好简单的 首先我去看虚拟机的那个CPU的那个任务管理器的情况啊 那么如果这些虚拟机的CPU任务管理器都是处于呃 毕竟百分之百的状态 同时 同时在这个VCenter的performance里面 performance里面我们看到CPU的ready的状态啊 CPU的ready status都是处于那个很高的状态 百分比是处于很高的状态的情况下 那么这时候那个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整个环境都存在着CPU不足的情况 那么这时候你们应该能够怎么做呢 你们的选择有三个 第一 加CPU 给物理机加CPU 第二 给虚拟机减CPU 第三 把一部分虚拟机挪个位置挪到其他地方去啊 这是你们能做的东西 那大家可能这边这个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疑惑哈 我们总在说CPU的ready time 那个ready time跟这里的百分比的关系是什么呢 跟这里的百分比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ready time跟这里的百分比的关系呢 它是一个呃 它是一个嗯 乘以的关系 乘以的关系 那关于具体这个计算法方法呢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会有号 我们的网站上有 我有写过一篇文档 就是比如说 我说过 CPU的ready time不应该超过一千毫秒 不应该超过一千毫秒 那么换算成这个百分比的话 通常意味着什么呢 通常就意味着 它的ready status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五 ready status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五啊 这边有个大概的计算公式 如果你们要详细去看那个东西去我们虚拟人的网站上面看 OK 这是如果在这种状态下就意味着所有的当前这个环境 所有的都存在着一个就是CPU不足的情况 而解决方案我刚才给你们说了哈 就那三种解决方案 那么看完CPU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类似 当然了 我想说的是 针对CPU的性能监控呢 不单止那么点东西 肯定有很多 但是我们在这边给大家讲的是最直观 也是最重要的几种啊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memory 要查看是什么虚拟机本身是否存在那个就是memory的瓶颈的话呢 我们就嗯 查看一个东西就是它有没有发生swap out 有没有发生swap out swap out啊 如果有发生swap out 抱歉 就有着这这时候存在一定存在的性能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发生swap out 但是呢 它又有那个balloon的话 这时候意味最多意味着可能这个环境的内存是不足 但是不一定是这台虚拟机的内存不足 好 那么 如果我们要查看是不是由于ESSI主机的内存不足的话 应该怎么看呢 很简单 我们就去看一下那个swap主机级别的哈 主机级别的swap out swap状态 如果主机级别存在着较大的那个swap的话呢 就意味着抱歉 这时候的确存在着一个性能问题 的确存在着整机的内存性能问题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么加内存 要么给虚拟机减内存 要么把虚拟机挪个位置啊 处理方案跟我们的那个 CPU的比较相似啊 比较相似 那怎么去查看呢 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选项 然后可以选择memory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前的一个memory的swap状态 swap状态啊 那么如何去监控虚拟机的内存活动状态呢 好简单 在在这边你点到一条虚拟机 点到一条虚拟机 然后点击我的wons 然后看这个memory 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memory的一个状态啊 当然了 如果这里的虚拟机的memory状态 一直是处于高位状态的话呢 就意味着 肯定就意味着这是它的一个 呃内存可能会有问题 那么如果主机级别的一个呃内存活动状态比较比较高的话啊 如果主机级别的内存活动状态就比较高的话 这时就意味着什么呢 虚拟机或vim kernel的一个呃内存可能会存在着一个不足 注意 在这里的话呢 我给大家重温一下 对于essi主机来说内存开销的组成部分啊 对于essi主机来说 其实它的内存开销总体来说其实是有三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个是呃 essi系统本身 这系统本身就包括了它的操作系统和它的内核的一个开销 这是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是虚拟机的vmm的开销 虚拟机的vmm开销 也就是说essi主机运行虚拟机所带来的一个开销 第三个部分就是虚拟机的内存开销 因此这三个部分的内存开销加起来就等于完整的内存开销 所以如果这三个部分加起来都是处于比较逼的状态 这时候就意味着呃 我们的内存是比较紧张的啊 那么如果这三个部分不是大家都很紧张的情况下 就意味着只是某一个部分有问题 那我们只需要针对性的去调整某一个部分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是内存了 这是内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存储啊 针对存储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核心参数就三个 一个叫做Curnal Climate Latency 我们通常呢监控监控数据 我们用ess top的监控数据显示了 它会有一个KAVG的值 KAVG的值 其实就是Curnal Climate Latency Average 就是内核内核执行每条SCSI指令所消耗的时间 所消耗的时间 那么这个值如果大于两到三毫秒 注意这个值如果大大大于两到三毫秒 抱歉 这时候就意味着存在着来自于磁盘这块的一个性能 啊性能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Physical Device Climate Latency 这个选项呢 我们在ess top上面呢 会显示为DAVG DAVG 那么意思就是物理设备执行 SCSI指令所消耗的时间 简单的说就是那个啊 我们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数据呃过了过了那个SSI的一个内核层面 然后来到了它的存储协议站到驱动这个层面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如果这个值大于15到20毫秒的话就意味着超负荷 就意味着超负荷 那可能这时候大家在想你都没有教过我们这个一个虚拟机的IO从虚拟机里面到外面存储的整个流程 我哪知道哪个地方是那个TAVG 哪个地方是DAVG啊 你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告诉我 那么如果你们有这样一个疑惑的话呢 那我想说没错 小课是有教过的 我们专门开了一堂小课给大家讲Curl的一个 那就是整个一个IO在虚拟机环境的一个整个执行流程 如果你们没有自己去听那个课的话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你们的问题 我记得那一刻好像只有两个两个兄弟来参加听 安省应该是其中一个应该是收获不菲的 如果想要知道你们再去听一下那个课 没有那个是一个小课来的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想要知道这个Skarte指定的一个完整的执行流程的话 你们自己去把那个课找出来听一下 我们是有录程视频的 OK 这是第二个参数 还有第三个参数叫做GAVG GAVG就是Guest Device Combinator 就是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虚拟机执行Skarte指令所消耗的时间 那么这个值如果大于10到15毫秒 则意味着超负荷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实际上GAVG的值啊 GAVG的值它是取KAVG加上DAVG的 它是取他们两个加起来的 那可能你们就会觉得这个加法不会算了哈 你的你就会说猫猫的数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这个3加20上面的3加20不等于23吗 对不对 然后上面的2加15不是等于17吗 为什么你这边变成了10到15毫秒呢 包歉 GAVG这边它会取一个最保守的数据给大家 好 它会取一个最保守的数据给大家 因此也就是说 这个值如果超过15毫秒 就意味着当前这个环境存在一定的性能问题 如果超过25毫秒的话 如果超过25毫秒的话 这时候就意味着一个严重的性能问题 那么这是三个常规的参数 但是呢 在VSphere 5.1 5.5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参数 是供大家参考的一个参数 叫做QAVG 这个QAVG是什么 有谁有兴趣猜一下吗 QA是对列的意思 是对列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 我们ESSI主机的对列深度是有限制的 它的对列深度是有限制的哈 那么这个对列深度有限制就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这个QAVG的深度过深 就意味着对列过深的话 可能就会出意味着我的Skate指令被排队 然后排队之后呢 会丢弃 而这个QAVG指的是 ESSI内核 内核里面有没有对列 有没有对列 那么如果说有就意味着我的对列深度是不够了 这时候就意味着有性能问题 也就是说QAVG这个值必须为零 如果大于零就意味着当前这个环境存在着一个存储的性能问题 啊 存储的性能问题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要查看是否存在着存储的性能问题的话呢 这几个参数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除了这几个参数之外呢 剩下的就是LPS了 剩下就是LPS啊 如果这几个参数没有问题 那就一呃就去看LPS 如果LPS也没没有问题 就意味着我的存储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OK 这是关于这个存储部分啊 然后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存储也好 CPU也好 Memory也好 等等等等 这类东西 所有的 所有的都可以在这个高级选项里面 在Performance的高级选项里面查看到 包括像CPU 像Delstor 像磁盘 像Memory 像网络 像电源 像系统 虚拟磁盘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查看到他们的一个信息 在Performance里面 你可以查看到的实时信息 你也可以查看到的历史信息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种东西对于你们 目前的你们来说 多数人来说的话呢 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困难 你可能看得到是什么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你们可能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东西 可能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东西 因此因此 怎么样我们在工作中 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去监控好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的建议是 你们应该去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工具呢 如果说从性能综合性来考虑 性能综合性来考虑 全方位的考虑 包括价钱各方面的来考虑的话呢 我们优选优选推荐的是VoPS 我们优选推荐的是VoPS 如果你要自定义报表 并且你还想要他监控到有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自动帮你按照你的定义自动去调整的话 调整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VoPS 那么赤字是VC OPS 那么VC OPS的好处是 他可以监控VSphere 可以监控Horizon View 可以监控那个V Cloud 好 赤字是那个VC OPS 但是我相信我 如果你们不经过培训VC OPS 你们很难够 你们很难用明白的 好 然后再来就是Vim了 那么Vim呢 这个东西 它有免费的版本 它有免费的版本 叫做Vim One Vim One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监控工具 你们拿来安装上去使用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 也是比较直观的监控工具 再来就是最后就是YESSTOP了 YESSTOP YESSTOP的话呢 就需要你们对那相关的参数 有一个比较比较比较完整的了解 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呢 抱歉 YESSTOP 你们十有八九只能够看那个 看得懵懵懂懂 看得懵懂懂懂 因此呢 如果有必要 我们后面可能一定会开VCFS 或者有必要 我们会开一下YESSTOP的课 那么从上往下 我们是根据性价比来考虑的 性价比来考虑 上面的越从越往上越贵 越往下越越便宜 YESSTOP不要钱 Vim One有免费版本 当然了 如果你要用它完整功能 你也是要付钱的 那么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YESSTOP Vim One V2PS V OPS 最好的我认为还是V OPS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至于你们自己要去使用什么东西 OK 那我不管你们 我不管你们 我只负责给你们提意见 提意见和建议 那么这里是这一堂课 这一堂课呢 我们最核心的主要就给大家阐述了一个东西 就是如何如何去利用监控和监控工具来监控我们最核心的那个VSphere参数 那么同时我们给大家阐述了最核心的VSphere参数当中的CPU memory磁盘的一个就是临界点 它的大概的临界点是个什么样子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奇怪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没有看到网路呢 你说你不是说了吗 监控的维度里面还有一个网路呢 为什么没有看到网路的部分 那我想说的是 网路这个部分是你无法 你无人为力的 你无人为力的 因为你server买过来之后 你server买过来之后 那个网路就已经注定了 最多也就是我四张卡八张卡的问题的一个区分的问题 所以呢 网路那个东西能够调的空间不大 基本上是没问题就没问题 有问题就有问题的一种状态 所以在这边针对网路的部分呢 我们就没有没有去去介绍 当然了 并不意味着这些我们前面所介绍的监控手段 没办法去监控网路的信息 上面所说的那些监控手段都可以监控到网路的信息 都可以监控到网路的信息 OK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互动问答时间 是我们的互动问答时间 下一堂课 也就是我们level3 VSphere Room到精通 level3的最后一课 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合理的利用警报 来管理我们的VSphere平台 来监控我们的VSphere平台 好 那那个到这里 这一堂监控的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